他们的羊肉串价格是15块钱一个 当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买的不是羊肉 我说不上是什么肉 可能他们买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实际上第二节我整钱拿骨子 这个人他是一个德国人 嫁给了一个中国男性 他做了很多亲中的表态 尤其是在华为被全世界封堵的那段时间 他公开的支持华为 然后因此也就被中共的大外宣挑中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把他捧起来了 这个网红他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 被德国之音报道过 他叫海文娜 他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在推特上致力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结果招致了仇视中国者的恶意攻击 然后他跟德国的媒体世界报 有过一次视频对话 然后在这个报道中 说这位21岁的德国的女大学生 在短短数月中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推特用户 成为拥有数万粉丝的网红 那世界报委托一个学术机构 对海文娜的推特账号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 粉丝数量分别有跳跃式增长 其中很多账号是新设的 那还发现很多海文娜粉丝的账号 针对性的转发亲中的推文 其中有用户 打引号的用户 数天内将同意推文 转发数千次 这就是机器人账号 就是真人不可能这么推 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 说我在推特上就是一个 点赞转发的机器人 但是我再点赞转发 我一个真人 我也不能以数千次的转 那我不有病吗 对吧 应该说世界报的记者 只是忠诚的反映了海文娜的立场 因为海文娜她是认为 新疆再教育营是无良学者的编造 香港的抗议者是暴徒 然后世界报还邀请海文娜 进行了一次这个视频的采访 这个采访中还有其他几个人 那然后海文娜认为 在这次采访中 她批评了有关中国的虚假讯息 教训了记者 那然后但是记者 记者的写法呢 是说海文娜的中国男朋友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结婚 后来他们结婚了 就当时海文娜的中国男朋友 对一位记者大喊大叫 要她为写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道歉 然后那个世界报还写说 海文娜在通话的时候 一直扭头朝身边看 那其实她的男朋友 一直坐在旁边给她提词 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个海文娜呢 就说要告这个世界报 我也不知道她告没告成功 她也辱骂台湾来着 因为自由时报 做的这个相关报道 说朱队友德亲中正妹 遭报靠网军窜红 那你说你转发数千次 那肯定是网军嘛 那然后这个报道呢 就被海文娜看到了之后 在推特上面把自由时报挂出来 然后骂台湾 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媒体记者是最无耻的 这是当时2021年7月的事情 我是2021年6月21日的时候 做过一个视频 叫中共圈养的外国人 网红大外宣能赚多少钱之类的 那就把她也做进去了 那然后把她做进去之后呢 我现在已经忘了 我那个视频里面说了什么了 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说的是 主要就是她的那个男朋友 当时好像也有这个 这个纳粹言论的争议 然后呢她男朋友给她提词 然后她男朋友好像就是 飞速的就是 就是在中国的共产党 这个体系中爬得非常快 刚毕业就拿到教职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台湾在美国 在中国都是一样的 书念的不错 你就能拿到大学内的教职 那个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当时就说 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给了这个海文娜的男朋友 很多好处 那然后海文娜的男朋友 就操控这个海文娜 或者是引导这个海文娜 成为一个就是很 就是因为她是白人嘛 这个海文娜又是白人 又是长得不错 正妹嘛 那然后把她培养成一个杨五毛 大外宣 应该是 我印象中我应该说的就是类似这种话 然后结果她听到了之后呢 她非常生气 然后她就问说 谁是这个女人 用这样这个脏和邪恶的语言 来污蔑我和我的男朋友 其实我真觉得我好像也没说啥 我印象中好像我没说特别过分的话 好像好像我最多就是说过 说他们拿了中国的钱 那肯定是嘛 你那个男朋友 这个大学没毕业多久 你就能爬到中国这个 就是有教职的职位 你搞笑呢 就中国人 中国人你谁不知道 你这有问题啊 你别说中国了 你就是在台湾 在美国 你大学刚毕业 没两年 你就能拿到那个职位 你除非是天纵其才 对吧 你要是唐凤 这个我没有话说 对不对 你要是唐凤 这我没有话说 你要不是唐凤 你何德何能呢 然后她就要肉搜我嘛 她说 在这个加拿大的哪位朋友 能够帮助我 确定她 然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就是说她想要对我做点什么 所以号召在加拿大的 她的粉丝 来就是确定我的身份 来找到我 那好像我印象中 他们最后就是 他们有人就是在网络上 能搜出来 我作为这个注册会计师的 那个证明之类的 好像是 就是说因为 因为加拿大所有的注册会计师 你在网络上是能搜出来的 他都是能搜出来的 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嘛 就相当于 譬如说我要是给一个 这个客户提供 这个注册会计师级别的这种业务 那我的客户必须能够在网络上确认说 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注册会计师 对吧 这就是因为你是 你是你的这个专业 你收取的这个费用 还有你的这个 你的背书 它跟一般的会计师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记得是他们就是搜到了 我作为注册会计师的身份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他们发现我真的是在加拿大的 就是职业的注册会计师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当天他 他就就后悔了 他就他就他就终止了 他说啊 就说 我有就是就是让我们把他 无视掉他吧 就是不值得浪费这个时间之类的 就是我就是我只是太生气了 我现在要要专注之类的 反正就是那个肉搜就结束了吧 他们也没有找到我 就是他们也没有找到我住在哪 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接触我 他们也没有 他的粉丝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但他的确他试图肉搜过我 然后前两天我就已经看到 有人在说什么有一个德国正妹 去这个中国青岛的这个啤酒节 吃坏肚子了 但我一直没想到是他 因为台湾媒体完全忘了这个海文娜 是曾经骂过说台湾是中国的 什么之类的 台湾媒体都很无耻之类的 台湾人早就忘了这回事了 然后台湾媒体根本就就是 就是没报他是 他是这个杨五毛 大外宣 所以我也没注意到 是我后来 就是后来有人说 这是个德国大外宣 我才突然想起来说 可能是他 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在 最近在青岛的啤酒节 吃了假羊肉串 喝了假德国啤酒 然后吃坏肚子了 那我给你们放一下这个影片 啤酒节让我有点失望 我想大家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去月21号穿着我的等等 参加老山去的啤酒节活动 我看到了有一个短泰前 有一个很大的棚子 这个棚子上说 他们卖的是德国的茉莉黑啤酒 我们就去里面坐下 点了两项啤酒 也点了八个雅若春 这个酒 他们说的是德国原状啤酒 但是这个 我从来没喝过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啤酒是真的 这两项啤酒一共花了180元 这个价格对于啤酒来说 已经非常贵了 但是他们啤酒有点酸 我喝完一剩以后 我一点微醺感觉都没有 这个跟我以前喝德国啤酒 完全不一样 另外他们的羊肉串也有问题 他们的羊肉串价格是15块钱一个 当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买的不是羊肉 我说不上是什么肉 可能他们买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实际上第二天我整钱拿骨子 我的经历很不好 又贵又佳的 那这是相当于说的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就是海文娜她自己不知道 但是其实中国食品安全 应该就是应该说是 大家记得这个那个鼠头压博事 之前直鼠为压 对然后包括后来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中国的食品安全 应该说是 就是已经在最近成为一个冲塌的一个议题了 就是说其实过去大家讨论中国的食品安全 还算是安全的 就是说以这个反贼的这个视角来说的话 还算是安全 但是从鼠头压博 直鼠为压那个事件之后 就是掀起这种中国食品安全议题 它已经开始在 就是已经开始变成就是反贼的一部分了 知道吧 就是已经变成是反政府的一个延伸了 就是过去安全的事情 现在已经不再安全了 鼠头压博那个事件 当时就是就是中国人民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指鹿为马 直鼠为压 对吧 在指鹿为马 三年之后大秦亡国了 就是就是它已经开始有政治性的那种意涵出来了 其实本来就该有政治性 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就跟中国的发洪水一样 它在本质上都是政治 从鼠头压博事件之后 它的政治性就越来越明显 其实这个海文娜 它不懂 它碰触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议题 就是它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火了之后 那它开始接收到大量的这个攻击 这个攻击其实来自当然是中共官媒 其实中共官媒 还有那些什么共青团的那些人 还有包括就是真正的爱国五毛 爱国粉红 那他们都开始在围攻海文娜了 因为就像我说的 就是海文娜 它自己意识不到这个议题 它的政治性 它自己不知道 它以为它就是吃坏肚子 发个视频 批判一下 它是不知道中国的 它其实真的它不知道中国整个的 现在的这个状况的 他又发了一个微博 就说 现在有很多人 包括一些水军 在质疑和攻击他 清到那个啤酒节那个地方 向他发了这个信 说他造调 还说他们可能会起诉他 海文娜多蠢啊 他还说这个他没有触犯法律 非常熟悉言论自由相关的法律规范 还在这儿跟中国讲法律 跟中国讲言论自由 他还自认为他在中国还很有势力 因为你知道他很得意嘛 他吹嘘过说 说中国的外交部给他发了五封感谢信 因为他是大五毛嘛 所以就是感谢他对于中国所做的贡献 给他发了五封感谢信呢 中国外交部啊 什么中国那些个什么领事馆啊 那一类的吧 给他发了五封感谢信 所以这个海文娜 自己也知道自己在中国不是一般人 他也知道 你别看他 就是我说他是中国圈养的杨五毛 他生气 他说我骂他 但其实他心里懂 就是他心里知道说 他在中国也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联络不上中国外交部 也不会收到中国外交部发的感谢信 才五封 所以他自己认为他不是一般人 所以他还在这里 好像类似于有点像是这种 语带威胁的这种感觉吧 说什么 这个我不会施压青岛市政府和企业 我不会发起请愿 施压青岛市政府做出改变 你看到没有 有人建议我请愿青岛市政府做出改变 我目前都没有表现出兴趣 这一种说话的方式 这是一种威胁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这是很明显的一种威胁 就意思是说你们要再整我的话 我可是要动用我跟中国外交部 我跟中国上层的关系 我要真正的发力了 我要发力了 我要去请愿 我要去施压 我要去这个 这个喊话了 知道吧 因为我可 就是他海文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他可是大五毛啊 他还说 有一些人说 他是西方雇佣来的辱华的 就是你看这大五毛都会被骂辱华 知道吧 大五毛你要是碰触这种 这种议题 你批评 就是都不是批评 就是说他吃坏肚子这个事 本身他的确吃坏肚子了 我相信他真的吃坏肚子了 就这个事情本身 这就已经说是西方雇佣来的辱华的了 那说他叫海文那 你在发表这种言论前 先百度一下 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非常出名的大五毛嘛 有人问他说 是不是要做打假博主 他说不会 在中国冒充德国产品的太多了 打不过来 这又是一句辱华的大实话 他就是一个很得意的认为 自己跟中共高层能建立了关系的一个大五毛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啥都不是 他不知道 这个海文那他不知道他啥都不是 他掀起了这种风暴 这种风暴就像这个鼠头鸭脖 直属维压事件一样的这种风暴 他还以为说是共产党会给他站台 共产党离你吗 五毛不好用了换一个 你以为他会保五毛吗 中国共产党会保住他手下的这些五毛们吗 不会 你这个五毛不好使了 换一个 再去找一个德国正媒就行了 然后他就骂说 这是这个微博上是台湾的敌人在攻击他 你看他多脑残呀 他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攻击他的人 是中共官媒网军 他们在下场 中共官媒的网军 还有真正的这个爱国粉红 在下场在攻击他 他都不懂 他完全不懂 然后他在这里还在骂说 说我在微博上有敌人 是台湾的 是台湾的 很搞笑 这就是我说台湾媒体早都忘了海文 那是谁了 他在这里喊说德国正媒呢 还德国正媒 批酒是假的 肉也是假的 德国语参加中国啤酒节 得网红 你知道就是台湾媒体早就忘了他是谁了 就是我也忘了他是谁了 我也我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是有中国朋友说这是德国大外宣 我才想起他了 谁还记得他呀 谁攻击他呀 攻击他的其实全都是真正的中国的网军和粉红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 就他曾经还想肉搜我 虽然没有肉搜成功 但是如今也遭到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毒打 之前我跟大家说嘛 说铁拳或许会迟到 但是铁拳永远不缺席 所以说很开心 这就是你看到这些五毛们 我以前不就跟大家讲过 什么那个台湾人 那个叫什么韩国人的呀 什么台媒PK呀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就是我最近说的那几个人呢 就是我都跟大家讲过嘛 就是大家就等着看吧 大家就坐着等 等铁拳落到他们身上 这个不用 就是好多人问说 那台湾政府什么时候动手 也不用等台湾政府动手 台湾政府动手之前 中国政府会动手 有没有 这是2021年的时候 他想肉搜我 对 2023年他自己就被铁拳了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个 他真的是挺蠢的一个人 他真的是挺蠢的一个人 他真的认为自己 跟中国共产党的高层 真是有什么关系 你别说像他这样的杨五毛 你就是真赵佳人 对不对 你就是真赵佳人 对吧 杀你难道留情了吗 也没有吗